来看看巅峰赛的离谱操作 越往后越离谱 这名玩家眼看无法通关 却被一个勾爪送进终点 这太有朋友了这感觉 OK咱们先来有请第一位 迈及老六冬日老娘 来 偷西 给你们教学一波 偷西 很高兴遇见你 你好 我是丁丁 偷西 黑手 滚住下 滚住下 偷西 坐自身 坐中灯 这太有朋友了这感觉 你跑了 好家伙 这冬日老娘真猛啊 这个小熊可是个刚业爱人啊 还是被他给淘汰了 看来刚业爱人在老六面前不值得一提 我的天呐 假如给你十万块让你等第一个表情保在一起一年 你愿意吗反正我是不愿意 信你们看 我丢这都不愿意啊 你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咱们再来看看狗爪的正确用法 好家伙 勾爪把人勾回七点的我见多了 头一次剑用勾爪把人勾进终点 这个蛋宝还怪好的嘞 为什么这种好事没让我遇见过 同样是勾爪大师 但这一位却用勾爪淘汰敌人 不过也相当的秀 这也太离谱了勾一送一啊 一下子就淘汰两个真爽 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蛋宰钟馗吗 不